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完美的演绎了 南枪这个英雄就是要追着人打的 没错 相信很多的观众通过刚才场比赛看到南枪的表现 第一水银秒指 第二他在团队里面的输出位置 但是刚才我们仔细看过精彩回放以后 你可以发现一点 其实优灾和物状态这两个点在有几波团队里面 都是能够打出自己全部的伤害 第一波小龙团的话优灾其实 哦 弗雷姆来了 哦 弗雷姆今天是上场了 看一下这个改变 对老干产产生一些影响 是的 那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其实在团阵当中我们看到除了第一波小龙团 无状态直接被秒没有造成伤害之外 但那一波优灾在上面 1V2的情况之下打出了很高 打出了很高 其实第一波的话优灾打出了很高 后面几波你看到那个杀兵戳的是真的痛 而且刚才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英雄伤害表 其实这一场杀兵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确实是冠绝权 这场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 OMG没有把整个阵容稳住 整个阵容虽然选出来以后 看起来是一个防守很强的这种 但是他们不具备在小龙和大龙处防守的这个能力 而且他们就刚才你说的那些非常正确 因为拿了三双小龙 我就觉得我如果拿到第四双小龙 真的是一个负担 负担负担 对每次老想出去打 反而在小龙大龙处 你看英雄那个蓝薄跟硬朴两个人 他们的这种配合 包括狐狸的切入 直接让OMG把这个优势是攻守相让 这真的是刚才说了那样 他的辅助位拿到了安妮之后 他其实想打了更加的主动 有点别扭 但是他拿了安妮 如果初期节奏打起来了 很有可能安妮会带动这场节奏 因为对方是一个进攻的点 但对方的进攻是以团战为主 如果你在打小龙波团战里面 安妮起到的作用 肯定要比对方的云场要高很多 但是就是因为初期第一波零换三 就让韦斯拿了三个头 这一波打完以后 你会明显发现 外面G不太敢再去做进攻了 就我们在想象他们的拿人 是先拿了暴女 但是暴女这样的英雄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 首先他在野区发育快 另外的话他在打2v2 3v3的时候 他技能多爆发强 但是你面对的对方是谁 魏加狐狸 这两个人的2v2能力 简直是突不武林 所以你在中路又配合一个沙皇 首先沙皇跟暴女两个人 虽然是poke型的英雄 但是他们在野区的2v2能力太弱了 所以前期的中野职业被爆掉了 不敢打 就原因很简单 他们本来是想一个反击刀而行 这就是我拿到暴女 那我打2v2强 我再配一个暗妮 那可能初期打野和辅助的双游 要流起来 但是那一波可以说 从暴女死亡 然后再到尾声下路收两个头 回来三杠零开始 那个时候 OMB已经非常难打了 虽然从那个情况开始 无状态是先刷了两百刀 然后把对方塔推了 然后装备没有落后 但是当时OMB没有稳住 非要出去打那条小龙 要打那条大龙 我就是要在野区 或者野外跟你刚出事 但是在野外的话 对面这个阵容实在是太强大了 切割阵容太厉害了 所以这一波 这一盘其实OMB输 还是输在自己心有点急 对 这边如果稳住的话 其实刚才比赛的结果还不好说 因为他们在前期有优势经济的 而且两边的话 其实很多观众可能说 哪边阵容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不是 就是初期两边的一些战略 我就说我要进攻 然后你进攻失败了 那你肯定是劣势啊 对啊 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春方的第二场吧 希望能够选到和第一场一样的 就是干的阵容 给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 是的 看一下春方第二场的班费格 这一场的话 OMG是跑到蓝色方 首先搬掉利桑卓 这个点搬的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管是Flame还是伟神 这两个人的利桑卓都有点强 现在Flame上场之后 小白还有这个 应该翻译军 对 还是要做比较多的迟导 这里 还是蛮风 风女这个英雄 确实像OMG一滴一这样的队伍 打节奏 对对对 他们真的就拿到这种英雄 就是容错力 就立马上升一个档次 这是OMG和EDG 大家看到他们的比赛 经常是稳着稳着 对面落后一万了 那为什么能稳住呢 就是不给对方开的结果 这边是搬掉了位 给了头 这个是 搬掉了对方的最大的一个利刃 对 你要是拿防守型的阵型的话 你肯定要搬掉这种超强的开团英雄 这里搬掉了位之后 来看一下老冠姐 接下来会怎么样去选 因为刚才在选择英雄方面的话 你会发现 为什么说留给皇子 他们也不会去抢 就是因为老冠姐 最近连续的比赛 使用位这个英雄 都获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效 有手感了 对 卡萨丁 搬掉 在紫色网 还是决定搬掉版本 非常OP的卡萨 是的 现在在选择像洛弗兰 像暴女 搬掉了责拉斯 这几天无状态的洛弗兰手感太火热 太火热 但如果你这里选择搬掉洛弗兰的话 其实现在OMG先手是可以把兰博拿掉的 或者可以抢皇子 但这一盘的话OMG作为一个携手 反而他们考虑的有一点多了 对 蓝波这个英雄在换上flame之后 导格尼不一定会 特地制定一套蓝波的体系 所以还是半乐夫来 这个确实无状态最近的状态 好 那如果按照刚才你的分析的话 那OMG可以先不抢蓝波 但是在FORCE PIG的选择上面 我觉得没有必要抢蓝波 这个点 那其实可以拿 纳尔吗 纳尔皇子这种英雄啊 现在中路的话有沙皇 而在 我还是要兴致无状态的狐狸 当然上盘其实是无状态小拿的 对 又没选到 最后反而选择了一个比较稳的沙皇 并没有carry起队伍 你说这边违行中路会选杰吗 要看阵容 先要看前两手 前两手如果拿到比较防守的话 哎呦 还是拿蓝波 既然你放上来了 没有打蓝波 那这样的话未被搬掉了 那和蓝波最好的配合 无一就是皇子 我差点忘了 还有一个挖掘机 但这个版本挖掘机已经削弱了 他的伤害没有 没有上个版本枪 对 这两个拿挖掘机吗 而且这两个人配合不起来呀 蓝波跟挖掘机还不如蓝波加皇子 这里拿一个轮子妈 这边硬步的话 这一把可能又是打一个团队 而OMG这里的选择现在就有很多 比如说什么皇子啊 这类的 皇子其实对轮子妈 我觉得还是蛮好 对 但是你在对方有蓝波的情况下 如果拿到皇子跟对方硬打团的话 其实也是把自己 因为你要框的话 肯定自己也是陷入一个被动 对 所以不知道他怎么想 发条 发条肯定不会去 这边要看看 你要是不是还是要考虑 抢掉皇子 其实抢掉皇子 最主要是不让对方拿 但是自己其实也挺难受 如果对方拿到皇子的话 那无疑是当之前的一个版本 有一套体系 轮子妈皇子加蓝波 蓝波和皇子先手开打 轮子妈开打之后 半死之AP一起涌上 这个的话 无论是控制还是伤害 都能够第一时间打出来 副轴之猫加皇子 还是要拿附属之猫 上一盘可能又在觉得 并没有打出自己的状态 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刺激选择 这个其实也可以的 其实狮子狗蛮可狐狸的我觉得 对 狮子狗加布龙 布龙这里是直接秒 哦 再有在有尼塔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布龙 他上一盘就想选布龙来 对 但是没有选到 而奥迷这个阵容 还是要拿一个大数 其实上一盘大哥 我觉得打的也蛮沮丧的 看他在赛后也是挺失落的 其实上一盘大哥在线上 发育挺好的 在跟南博对线的时候 甚至还领先 南博好几十刀 主要是在和南枪 主要是和南枪一位一的时候 他就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又来了 欧阳迷还是决定 相信自己这个套路 大哥拿出自己 可以说在这一版本 最最最喜欢用的一个刀妹 是的 这个版 这一盘 欧阳迷可以说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 非常想要的 非常理想的一套阵容 那现在还生下最后 老元爹的中路 counter peak位 就是留给了尾神 中路究竟要拿谁 来面对对方这个阵容呢 其实拿捷是一个不错的阵容 个人理解 拿捷就是 其实拿捷挺符合他的 性格的 主要是这个阵容 你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阵容 拿捷上去打一套爆发 能够秒掉单点之后呢 无论是 就捷第一 我就个人认为 比较克制复仇之矛 不给你跳了机会了 直接 只要给他位置大到 那一套复仇之矛 这种脆皮肯定是会面秒 确定了 确定了 还是要 还是要拿捷 对 其实老和天他们这个阵容 就如果说出捷的话 搭配什么样的阵容 就是上路跟AD一定要有AOE伤害 没错 这刚刚好 对 这一盘 蓝博跟轮子妈可以提供足够多的AOE伤害 然后让捷进场 所以这个阵容 拿捷包括再搭配尾神的性格 我觉得 这无状态这个微笑 有一点 有点自信啊 这一盘其实还是要看中路 上一盘 无状态在中路 面对一个3-0的狐狸 真的是一头包 是的 而这边的话 Flame也是对上了 他自己也很喜欢用的刀妹 所以两边的这场比赛 又是和上马一样 这种选出来 就足够让人热血沸腾 转来看一下上路对线 勾勾引了刀妹 对阵Flame的蓝博 那么打野位的话 拿捷令的皇子 对阵淘宝拳的狮子狗 淘宝拳在打野的几个位置上 都已经没有选择了 所以最终选择一个 第三选择 这个狮子狗 对 无状态是中路 再次对上尾神 这一盘 他自己是使用了狐狸 要不再次使用了 不出之锚 而对阵的是 印度 在之前 就联赛开赛的时候 老干爹非常表现不错的 伦子八 补助位 小罗的大树 这一把能不能够帮助队伍 力挽狂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我们看到双方先 我都已经准备出去 马上就会到老干爹 和OMG的第二场较量 好了 这边比赛已经开始了 蓝色集团方就是OMG战队 而红色集团方就是老干爹 两边的队伍的风格 也是非常的明显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较量了 中路针尖队脉盲 由狐狸队阵杰 这两个英雄 就是双方中单都非常喜欢用的 十二的护甲穿斗 是的 这还是比较正常 老干爹这个阵容 个人感觉可以考虑换一下线 应该是要换 应该要换 这个阵容打 龙子妈跟布隆在下路 有点打多 龙子妈来了 对被考一下 勾引这边看到了 看到了 这里应该能不能学打 不用学了 两个人是刚好可以把眼瞄掉的 这个大家平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第一时间出手的话 两个人的普攻是刚好可以把眼瞄掉 当然了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攻速慢的英雄 那就不一定了 这边不不差第二个眼了 第二个眼差在这个位置 现在刀妹也在想对方 这里没有打断 差一下 全军出击 就差一秒 看一看 蓝波这个出装啊 OMG要来了 可能要去换上去 那这个时候 狐狸已经看到了 感觉伦子妈也是 这两个人是啥意思啊 就已经被 狐狸是他们自己的人啊 我说这个OMG他还是要决定换线 对 还是要选择把两个人掉在上路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抓换线的位置 抓换线的位置 对主要是要抓对方的对线 那看一下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感觉有点机会 是已经考虑好的换线 但是OMG直播换线是抓到了 因为刀妹是第一时间上线 而且这个 这狮子可不知道 能不能及时意识到 上路这里 我感觉 如果黄子打完红直接来的话 上路有点危险哦 是的 OMG这边还要等一下 这个时候硬朴应该要 做好被抓的准备了 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发现 发现的话 这个时候及时后车 黄子已经来了 黄子来了 看小罗这里要来了 有W有W 小罗这里应该是有W的 这边是能不能打出 被盗的闪现 走掉了 这波是逼出了一个闪现 那这波可以回家了呀 我觉得老跟那这波 可以回家 然后双线换到下路 这两个传送上来 不好打 不回 还是要决定刚 下路 蓝博因为已经跟 刀妹对上线 两边中路选择 这个英雄的胜率 都是100% 是的 今天是破处之战 从前面几刀来看的话 两边也是五五开 对 这个老跟那上路 亏了一个闪现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还好 狮子哥是即时意识到 自己的后已经被反了 所以赶紧去打对方的猴 并没有被对方三BUFF开 是的 逃跑拳 现在还需要轻易租野怪 然后再回家 要不然现在他钱不够 对 现在打野道具 升级改成了450 这个对各位打野来说 应该是够了 应该是够了 不够不够 不够吗 这波回家的话 对 只能买野 只能买野 算了 打一个 哎 暴走线 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春天 你知道吗 你看到 你刚才看到狮子狗 铺上去的时候 那种表情了吗 恶护扑矢 你哪 暴走线的话 你也是刚刚够 买不了药 你看看这波怎么办 这波 褐色打野道具啊 你就出的话 就没药了 这波挺尴尬的 褐色打野道具啊 还有一匹啊 但是中路 无章台这里 这波巨亏啊 无章台还能丢一发Q 哦 又没有丢到 但是无章台这边 身上的饼干还很多 这Q感觉重的话 感觉可以闪现点燃给一套 对 闪现点燃 挺危险的 这波有点不太小心 是的 被溢到了 在对方这么多兵线的情况之下 是成功打一套 他完全回过扎之后 发现自己的野区有动静 哎二级 二级没对一个 哦漂亮 一下普攻击一个Q 也是拿到了这个关键的F4 然后自己升到三级 对 现在灵阳应该也是要决定 找一个机会回家了 哦 这波打很漂亮 勾引一队关大 直接逼出了闪现 那Flame这里 接下来已经是变成了普通温度 这一波Flame这个 对于蓝博的理解是挺漂亮的 应该是刚刚勾印 一技能用掉以后 他知道勾引现在没有任何的手段 是的 主要是这个红温的蓝博在线上 确实太吓人了 哎 他这个出装也是比较不错 你看到不打五红 对 这个线上就真的是没办法 不过这一盘 悠哉在线上还是打得不错 配合林耀的第一波的抓 让硬朴在上路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对 这边是一个三级来差 直接被眼睛侦测到了 这边要月塔了 但是这个月塔我觉得要积极 有点难 有点难 月塔真的要积极了 不用这边怎么说 狗狗印这边看到对方人已经来了 谁先进他 而且黄子就在附近 老干年这时候要不撤了 要不要留下 要不要留下 狗狗印这里也很稳 不留人 留的话不太现实 哎呀 淘宝全球里被阴了一手 哎哎哎 林耀没有看到 刚刚卡了一个视野 那这样的话 林耀反而被打了一套 莫名其妙被 这个狮子狗 他走在了最靠 对 卡了一个视野 刚好被卡住了 哎呀 这波林耀是有点有点烦 出来刚好被狮子狗 如果是他牵手的话 这一波狮子狗可能要走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在老干年在下路是优势 但是在中上 劣势了 是的 其实上路是ADC 这一路是劣势了 反正下面Flame 今天刚上场 但中路的话 老干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劣势 对 老干年是两路是劣势的 对 一开始被狐狸压制打的话 那狐狸接下来 基本上可以把你安在地上打 对 这方没血药 是的 这一波不错完 一定要回家了 刚好是一个大车兵 哎呦 露露是 还不回 这不也是有点自信啊 这一波这波狐狸要到6的呀 可能中单都啊 又蹭到一个Q 那要回 赶紧回 这个再不回要出事了 而且一般来说啊 他直接W交了也要回了 直接利用W回二塔要回 对 因为知道狐狸 马上到6嘛 就到6以后 如果你再塔下回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这里直接针对 但是又回来了 杀了一个回马枪 误狀在这里 马上取消回程 对 就是不让你安心收这波线 肯定是不可能的呀 这一波尾神又想得回来 那可能又要多回一波兵 不过还好 淘宝拳这里可以补充下自己的等级 尾神这波 一来一回犹豫了 损失的更多其实 是的 淘宝拳这边感觉有点虚 然后然后撤一下 这里等级太低了 一个6级的狐狸有点燃 很害怕 很害怕 这兵也吃不到 只能吃点经验了 这个时候无状态 如果是RE的话 中了 他往前就死了 但是他也不太敢越塔 我觉得 如果这边他冒养越塔的话 被狮子狗留在塔下 还是比较危险 挺恶心的 回家 王蜜现在在下路 在双人路 以及中路是有兑现的优势 是的 所以 灵药你看到的 他就是要帮优势路 还是在出现在 这边的一个视野范围内 就大家打RUNK要注意啊 就你一旦烈势路了 这个时候 你如果会 想赢这场比赛 自己为所 告诉打野帮优势路 是的 如果 不要来管我了 如果打野来帮烈势路的话 很容易发生的情况是 惨剧 惨剧 真的是惨剧 对方打野只要在反对 你这一波是必然打不过的 这一波这盘被压得挺难受的 对 前击被骚扰了一下 交了个闪现 直接被压了20刀 是的 然后大家的这个付出阵盘 打的也是比较6 线上的压制力 就尤其下路那里 被对方耗了一波血回家以后 更多的是选择在野区了 他这里出了一个紫色的打野道具 就是刷 所以他现在应该明白 要帮中上了 但是中路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无状态在面对 一个到六级的时候 他现在完全不虚 对 他还出了一个护臂 这个的话 让伟神挺绝望的 对 都说他出鬼输的话 伟神可能还有 秀狐利的机会 出了护臂的话 真的很难杀了 杀不掉他的 而且他还比起灵活 这里 W回来 什么意思啊 无状态这里 杀了一跳 要打了 要打了 哎呀 这波伟神可能要出事了 大招躲了一个异技能 回来 反正回来 秀的是很漂亮 这里差一点点伤害 差一点点 哎 闪现 最后一段大招 上去拿下医学 并且这边防御台 打不死他的 无状态这里 完成了单杀 这波伟神太 我只能说太自信 他还敢回来收兵 我无状态肯定是不能忍的 直接闪现过来 把他给杀了 但如果刚才 伟神是选择了 焦点燃硬换的话 其实两边 我觉得是 哎 陶瓦拳这种 哎 漂亮 闪现网到了 来 在这边 异到了 我看到了 没几个没几个没几个 这个1.75秒 无状态是怎么跑都跑不掉了 我说刚才看到无状态的表情不像是怎么单杀完以后 胜利的喜悦 对吧 胜利的果实被偷了 这个就是摘了半天 这个被偷了 这个好气啊 哦 不过下路供应这里还真是对身比较难过 压得很难受 伏雷布这个蓝波也很溜啊 但这里有大招了 蓝波直接开打 这个大招放了一班 周公你也是利用走位 稍微躲了一下 对 两个人在线上打得很激烈 看下补刀的话 其实也没有压供应太多 供应这里上没有传送 所以这一波回家的话肯定要亏兵 蓝波他的对线能力确实是很强 所以他跟Akron两个人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 这两个人的风格太不一样了 是的 但这一波其实没有取得更多的优势 但是看到供应没回以后 老人家距离直接想到打龙 对 而且这个一个眼看到以后也不敢做什么 因为队友全部的 没有一个人在附近 哇 这黄金龙 这应该是布龙新皮肤的一个特效 哦 这个布龙不是打完人以后 触发被动 他会有一个 就是普通皮肤是蓝的 就冰冻效果 是的 红的是红的 这个黄的就真的是黄的 真的是黄的 就感觉身上忽了一层 金还是 这里高级直接上去 要和弗雷姆做过输赢 这帮没有大招 杀不掉的 所以还是走了 但这里双人路已经换了下来 想象推这个塔 推这个塔倒是有点希望 因为弗雷姆现在没有大招 不过布龙兰要保护一下 是的 不过我们看一下刚才上路的RVR 在RVR的情况之下呢 OMG直接退到了对方的一座黄御塔 所以他把双人路换了下来 所以说这盘OMG在AD这条路和AP这条路是大优势 对 所以 幼灾决定要把节奏带起来了 不断的去进行推塔 就把防御塔滚起来 利用防御塔出去的经济领先 然后和对方打 中路卫神在被单杀一次以后 已经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狐狸了 而且你看他的装备啊 刚才第一个回家比尔丘特弯刀 然后现在只补了一把长剑 是的 他现在面对这个狐狸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哎 这个Q空了 现在幼灾也是决定把节奏带起来 因为他出了一个前期对线的神装 对 飓风 这边出了罗安达的飓风之后呢 无论是推塔还是对拼都很有优势 这真的是差了一身啊 全身都是剑 那两边上单都有传送呢 还是决定继续在上路对线 现在蓝博的装备其实还是有点压制 不过当面这里真的是很自信 就是出了一个耀光 是的 伟先中路这盘真的是跟上盘 又一刀了 这又在勾引在勾引 对现在没有一了 无装的这波狗犯 扑到脸前 漂亮 这一波就是一波勾引 伟生这一波的演技是吧 无装他给演技起来 这里面临着一个大招 优财究竟很危险 第一次的优财 而且一个虚弱挂在优财头上的话 也没办法打输出 这个黄金的效果被优财吸了 赶紧吸走 不过这波两边的传送 看看蓝博这一波传送应该有效果 淘宝群一个五星的王 往到了小罗 而轮的马闪现过来 又是杀到了 蓝博这一个大招 烤下了一个双杀 这一波优财的职员 非常的及时 但这个时候刀妹的话 其实这个点他只能带线 勾引这一波带线 其实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他这波传走下来也没有 这波传走下来要被杀的好吗 多杀一个人头啊 而且蓝博这波好果断 传走下来拿两个人头 立马回到线上 其实加约位置出来 他也没有亏太多兵 这波优财是处理的很细节 而且这波处理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上路的优财在补到一样的情况之下 是领先了两个人头的经济 所以是达到了600块的经济 这个职员确实很及时啊 布隆的反手能力 也让优财被自己的冲动付出了 足够大的代价 是的 这里打完之后的话 也是经济上稍微有一些领先 并且下路的防御塔也是成功带掉了 对 老刚才现在看起来这盘又是 通过这一波 真的是完全把节奏逆转了 本来中路无状态是无限压制的 包括幽灾这一路 但是这一波他们全死 他们的优势路全部是阵亡一遍 不过无状态这里的装备 还是比较不错的 装备还是好 装备还是好 他补到也比卫生多很多 而且中路塔居然面对一个结 你把结的塔推了 你敢信吗 主要是因为线上单杀了一次 但结这里很难过 就他现在的补到是落后很多的 并且在人头上面 你只是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 那狐狸接下来要游起来了 那狐狸游起来的话 如果稳先这里节奏跟不上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一波很漂亮 极限的一个EQ是调及了Flame 这样的话Flame这波交闪现 肯定是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反正一个大招盖到以后 这个人头看看一张给谁 无状态的一下 不拿下了这个人头 是的 这一边两边的中野配合 在刚才连续两波的交线当中 都要看到了两边的一个优势 首先是老跟捏中路尾神 和打野狮子狗的一波勾引 然后又是这里打野和中路的一波上路游走 都是让对方的单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眼位差的是很漂亮 对 现在幽灾在下路塔推了之后 又来到中路 这一盘幽灾确实是很想带推塔的节奏 这一盘打得很主动 是的 我记得在去年一场比赛里面 幽灾是选择的女警 然后她就是带线 很经典 这一次选择福尔之毛也是同样的套路 女警跟福尔之毛两个人的属性还是 福尔之毛他的倾线能力 配合飓风确实是非常的可怕 在防御塔的领先情况之下 OMG的经济领先了很多 这里排掉以后 看一下灵药的 这个眼位 这个眼位 应该是已经宣告着对方没有机会了 老冠杰这个时候三个人被看到了 这三个人无功而返 陶宝杰还在等待着下一波干涵的时机 他现在有五星诺 看看能不能找一波机会 但是现在已经过早的去抱团了 在抱团的情况下 狮子狗还是很难找到机会的 他发现布隆这个屏幕拿的是一个折凳 他真的是个椅子啊 这个就是那种 拿板凳呼你 拿的是个折凳 少了一次十八同仁 好凳法 这边小龙还有一分多刷新 那么这个的话 依然面临的是OMG上一场赌战的那个抉择 就是在小龙团 他们并不好打 不好打 对方布隆蓝薄 包括轮子妈 小龙团真的是很难去打 这个回程有点意思 从他跳过来 然后在凳子上回程了 就是那种踩到旁边 然后下来如雷灌 这弗雷武这个大招 这一点都不省 大海剑的狗来了 这时候看一下头上已经有了叹号 Go in怎么办 上下还有一个闪现 三个人跑不掉了 淘宝拳这个时候 狐狸从后面绕了过来 但是应该是有机会拿着淘宝拳的 淘宝拳这个选择太糟糕了 结果死了 抓住我往后面闪 零要是陈剑拿着人头吗 这波淘宝拳这个闪现的位置 他其实刚才走的话 完全是可以走掉的 就往上路走 或者就往上路闪 但是他选择往下路闪 直接被狐狸给逮到了 对 他选择了一个最坏的选择 所以说是唯一一个 会被狐狸击杀的一个选择 就被他选到了 这一波打完之后呢 我们看到OMG是和对方 做了一波一换一 那么从经济上来说 由于领先两座防御塔 在经济上是小小的领先 但是小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对 这一波小龙团的话 逃跑权是没有大招 蓝波也是把大招放掉 两边杀灯都是有传送的 中的狐狸也是没有大 对 狐狸这边的大招可以等 我觉得现在OMG如果想要一条龙 肯定要和对方号 不过他这个走位的话 应该是要放龙了 这边两个视野完全看到 看到拿蓝 那看看老万在这边 敢不敢直接开龙 直接开了吧 但是这边的话 狮子狗离得还有点远 感觉是OMG一波奇怪 可以直接打 可以直接打 就是说龙的马直接开就没事了 要是再慢一点的话 小龙已经来了 被发现 那这一波看一下 勾跟银的位置 感觉这条龙他们想打 但是蓝波已经来了呀 要注意的是无状态 没有大招 蓝波的大招也是马上好 大叔要不要冲上去 慢一波 这边龙是没有机会了 这波OMG不好开 这波OMG不好开 布龙放了一个空的大招 变远林这个时候 不管怎么说 反正把龙拿了吧 主要是你看到 Liveling不在的话 其实OMG这个阵容 很缺少一个强开的手 主要这个眼威 看到两 对方的钟也在打蓝 老干爹肯定是要选择强势打龙的 他这样的话 在收获到这条小龙之后 也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 对 三条小龙其实也还好 因为现在在整个的比赛当中 前期的小小龙 像刚才一样 OMG虽然说控住了前面的三条小龙 但是在第四条小龙开始 他们正的行政 已经没法打了 不过 这一把的阵容 依然是老干爹的上单蓝波 在小蓝波会给对方巨大的压力 其实每次拿到蓝波这样的阵容 就意味着你前几条小龙的强势 或者说小龙站的强势 是的 看一下下路这里直接绕了过来 那感觉尾神有点赛街难逃了 哎 他从这里走 大树没发现吗 大树看到了看到了 来了 呼一巴掌 呼一巴掌 直接W滚住 狐狸这里一个一技能 没有一道 现在要换无状态 但是有个虚弱 这个肯定是换不掉的 虽然躲了一个一球 但是没对第三个 哎 有机会吗 没有没有 哇 这一波尾神 在大招二段结束之前 这一波其实尾神还挺漂亮的 对 这有点大树这个Q是真的是 哎 倒给传送 跑不掉了 这蓝波配合狮子狗的输出 还是非常高的 蓝波的伤害真的很可怕 我们看到对线期 可能红温的蓝波一轮烧烤 勾引这里半水就没有了 哎 逃跑拳 这一盘用狮子狗 是出了一些的减cd肉装 对 并没有选择一个幽梦 不过他这里的打野刀具附魔 依然是选择了一个战士附魔 哎 这个肯定的主要还是觉得这一盘 可能前排不够硬 看一下灵耀 这一把选择的是肉附魔 啊 灵耀是附魔了一个肉 他昨天的比赛 就选择了一个肉的附魔 这个其实还是对于皇子来说 比较少见的 因为皇子还是 配合自己的破甲 包括再打点符文的话 其实还蛮痛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上单是一个刀妹 上单已经在初期 没有任何肉的能力了 他们在初期需要前排 就只能让打野去做一个肉的出装了 现在OMG有 其实也 现在两边的经济是一模一样的 对 OMG现在落后两条小龙 稍微有一点点的 中路领先1300 这盘尾神确实中路挺恶心的 面对一个狐狸 你也杀不掉他 而且你装备还落后 看一下无状态 这波回家又更新装备了 不知道他做出了什么 一根大棒 大棒要出中亚 这个中亚出来以后 尾神真的难受了 一球大招 截盖到Flame 看一下这里又在跟进 他感觉Flame就有点危险 没办法这样 自己把自己搞红温了 如果不红温的话有了打 这波Flame有一个小小的事物 不过上路防御塔 雪亮已经被刚才的刀妹带掉了 很低很低 结果手不掉了 不敢手狐狸也过来了 这波老干爹的上路二塔 放的还是比较果断 确实不应该在这边纠结了 蓝博已经死了 现在老干爹的主力 其实就是蓝博 中路跟ADC都是非常的不顺 狮子狗开大了吗 没有开大 这边狮子狗想留人五星的意义 直接留住个大叔 大叔这里 其实被狮子狮子狮子的身体当中 蓝博力反身一口调起两人 伤害感觉有点低 伟神直接被秒了 UZ的速度非常高 没有在中路 是在中路2v2的情况之下 伟神这里被无状态秒掉了 这边还是有人数都是 但是硬朴这里 看能不能换掉对方的UZ 这一下差一下 漂亮出发了被动 太尴尬了 中路是伟神一个人牵制了两个人 然后Flame上单传送 直接收下这波认头 那这波交换的话 感觉OMG有点亏啊 这波伟神是在中路 在带线的情况下被对方两个人包了 刚才UZ身上是只有一个飓风 还是有把暴风大剑啊 感觉伤害好多 有暴风大剑 这一波其实老刚才打得还是挺主动的 因为看到对方的人不齐之后 淘宝先这边直接开 看一下刚才这里开了以后 中路看到没有 是一个四打三 这个中路两个人在杀尾神 对 这边杀了尾神差点换了 用掉了全部的技能 对这两波其实尾神也是 然后应该上路 这里就比较尴尬了 照了一下想吓淘宝拳 但是这里UZ被到了一个虚弱 这个虚弱太致命了 这个虚弱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而且狮子狗开大招反身跳了进去 那秒掉黄子之后 这个时候UZ就没办法了 一个闪现过草 这个没一点机会都没有 那总的来说老刚才这一波还是打得不错 利用三打四打三的一个机会抓到了 对 因为勾弯一来中路是在帮无状态杀尾神 嗯 抓到了一个很好的 你做打扫的机会 但是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觉得无状态中路就不怕了 因为中亚已经有了 中亚这个道具 对于老刚才这个阵容来说 实在是太害怕了 对 这盘 这个 没什么的出装有点意思 还是出了一个爆裂魔杖 这个爆裂魔杖是要出 散剑王啊 直接出法川吗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印象 就这样出装的话 他有一个互避嘛 然后他直接出一个法川 做一个过渡 对 直接出一个大法 就是法川川 虚空之杖 他这个出装真的是挺拼的 嗯 对于自己大招的释放 非常自信 只能说 我就不用太精神上去烤火了 我就直接大招放得很完美 就足够了 那现在的话 经历过刚才一波野区的交战以后 双方再一次进入到一个平稳 但是 OMG领先两座防御塔的情况之下 在经济上面 却没有拉开自己想要有的差距 马上面临第三条小龙的复活 OMG现在这条小龙该何去何从 第三条小龙对于老刚才来说 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小龙但是一看整个阵容的话 OMG好像 他唯一的优势点就是在中路 其他几条线并没有优势 对于这条小龙来讲 对看一下 这边主要是flame的蓝薄 这波小龙之前能更新出什么样的装备 因为他现在在21分钟 这种散剑显然不是他所有经济的 可能没有了 还有900 还有差500才能出法川 对 这波会不会出深渊啊 深渊先出一个大魔靠 看起来有没有机会 这波主要狐狸伤害挺高的 对 出深渊其实这个时间点比法川要好一些 还是法川 对 这个的话是一个蓝薄的理解 就是靠大招在团队里打出足够的伤害 主要是对面这个阵容 AP伤害比较少 就狐狸一个人 如果说两个人的话 他这波出深渊 毫无疑问的 先补一个大腹肌斗 而且自己这边也是一个中单是AD 所以考虑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深渊这个道具 选择出法川 但是这个小鬼书 这本小法术保典 其实还可以变成大面具 所以说这是很灵活的一个出装 还有两条线可以选择 是的 王帝还是要开 这边直接开打得很快 感觉来不及了 这一波老跟天的龙 这一波丢的 莫名其妙啊 丢的好晚 但是这边也要上去看 哎呀 遇到了遇到了 直接被打出捆住 再见 这番尾身 周路选择被无罩 他压制的比较惨 他在收获一个人头 这里选择了换二塔吗 你确定 来看一下 OMG这里怎么选择 大哥一个人回家 现在还有大招 可以顶住一波兵线 再打信号 但是这里同样是 Flame单人回来 也要大招 同样可以守住一波兵线 但是 哎呦呦呦呦呦呦 直接强拆了呀 还是要强拆 老跟天现在在打信号 又想打二塔 又想拿龙 硬换硬换硬换 还是要拿 还是要拿二塔 对硬换 这边的话 勾引一个人 明显面对对方三个人 穷凶极恶 是不敢上去做防守的 老跟天这个选择还不错 在几方的中单阵亡的情况下 跟对方互换一个二塔 大拢来的大龙争夺当中 对于老跟天造成一个不小的困扰 不过还好的是 老跟天的上路 现在对抗刀妹 他不吃亏 所以他在下路 可以硬扛刀妹的代谢 因为一硬打的话 感觉现在 勾引很难去和对方的拦搏 做一波 大哥是没有魔抗啊 魔抗有点低 他除了是护甲鞋 觉得对方还是以 而且刀妹说实话 团战的时候 还是很难被拦搏大到 因为刀妹都是 突在别人脸上的 这边看一下 老跟天其实他们是一个 带现现在来说 没有发挥出来的 尾声这一盘的带现 每次都受到阻碍 对 而且现在主要是 一个杰发育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想去带现很难 而且这个版本当中 也是修改了杰的攻速 以及成长攻速 那么在带现的效果上 比原来还是差距蛮大 尾声现在其实 这盘节奏已经没有了 尾声这盘 面对谁感觉都打不 哦 这蓝博已经出到法川棒了 确实是比较自信 但是你看尾声这个出装啊 一般来讲 你带现早点把这个 一速鞋做出来对吧 五速鞋 对啊 你最起码五速鞋 你这边一个草鞋在这里打带现 主要没钱啊 人家狐狸过来 就分分钟就秒掉你了呀 对吧 我有那四百块钱 我还不如再出一把长剑呢 然后他这盘太穷了 太穷了 他两个人头 面对对方一个四二的狐狸 这个狐狸又补了一个大棒 这盘的狐狸 其实就是上盘伪神的狐狸 发育如此之好的一个狐狸 其实是无法面对的 但现在老狐狸其实局面上并没有落后 因为这个兰博太肥了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在现在打团还是挺有优势的 哎 这里 淘宝拳的一波开团 但只有四星啊 在看到之后 直接狐狸开了大招跑了 但是灵耀这边被捆到了 现在还有一个星 这个五星的王被灵耀是闪现躲掉 但是兰博的大招又是流到了灵耀 灵耀现在稍微一点尴尬 但是还好自己比较肉 这个王放空了 这个王放空了 哎呀 这波放了四个网 还是没有流到这个非常灵活的皇子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打野皇子在这种局面下 出一个肉的打野风魔 有多么的重要 一个意见都没有一道 这一波的交换呢 双方都是没有爆发人头 是的 这样的话兰博没有大招 继续回到线上再补刀 但是防御塔上面 OMG确实给对方的压力太大了 是的 下一波小龙只要把三线兵天都带过去 那老干天必然要派一个人过去进行防守 老干天现在防御塔落后还是比较明显的 主要上路这条线 哎 中路塔也莫名其妙要没了 这一波赶下留不住留不住 勾引这里被不容易一个大招大起来 但是勾引现在是要有闪现 是的 勾引是一个肉啊 这里打的不明智 直接过来要杀对方的拼雁 拼雁 拼雁之后已经放过大招了 肯定是要阵亡了 卡尔拉布林这里一个大招 直接盖到了淘宝圈 淘宝圈这里能逃脱吗 而且现在蓝博是没有大招的 老干天这一波肯定不敢打 而且这一路中路都有问题 这一波中路我们看到 虽然OMG有两人三人残血 但是又在这个位置 好拼啊 太凶了太凶了 要注意一下 因为尾神现在还有大招的 我觉得刚才尾神有点怂 刚才一个大招打上去的话 这一波迎刃而解 还是挺怕的 大招还带一个虚弱 这一番尾神主要被打怕了 他现在装备没有优势 不敢轻易地放大招 但是这里我们看一下 野区一个异技能成功发现了音符 连宝圈里一个盾 没有大招 关键了空军系统 脸探草丛 直接被秒了 淘宝圈现在已经没有了 闪迹跟他这波交过了 看一下 Flame这里的大招有了 淘宝圈有大招的效果 可以看到对方的人在哪 看兰博这时候大招好了 能不能反打一下 还是算了 不敢打不敢打 OMG现在占据了战场的主动 经济已经稍微领先了一点 小龙还有一分五十秒刷新 这一波音符有点想当然了 他以为对方已经回神了 但是没想到对方在打他的猴 在猴Muff中 OMG埋伏了音符一波 而且在埋伏了那一波的时候 他们先丢了一个技能 让音符觉得 那个树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他以为对方早就放在那里了 用E技能挡掉个树苗 回回蓝 结果没有想到 E技能用过以后 一个大树直接呼他脸上 然后三个人过来 直接把他打死 音符中计了 真的是中计了 这一波的话音符太自信 以为对方回家了 只不过这个时候 OMG是真的回家了 那自己放的蓝buff 感觉要被老格尼这里成功反掉 尾神好像是拿到了 本场第一个蓝 尾神也是相当不容易 这盘对于他来说 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是的 中路主要在对线的时候 自己是自尽了一波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什么时候杰出护甲鞋 就是他在 急速逆风的时候 会出护甲鞋 对 基本上是五速鞋嘛 你既然要用杰打一个四标分推 你这边出一个护甲鞋 你告诉你想玩什么 就是太逆风了 决定还是稍微补一下 自己的抗性 老格尼整场比赛的话 节奏有点乱 淘宝拳这时候要 试图找一些节奏了 不过自己的大招还没有好 这里干扰一下你排野 不过我刚才看一下 淘宝拳这里的装备 其实很不错 但是他这个装备 装备挺好的 但他这个装备 我觉得下线要出狂徒了呀 就你抗性是很足没错 但是你的血量 并不足以面对 你前排那么高的伤害 淘宝拳这盘的出装 确实是很团队啊 出了一个肉狮子 对 但是他在 附魔打野刀剧上面 一眼选择了攻击 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如果你纯粹一点的肉狮子 因为他附魔打野刀剧 他也是有减cd的 太大招了 要往谁 直接一刀 这边淘宝拳很危险 感觉要被秒了 大树进场 这边淘宝拳的非常强 直接秒掉对方的黄子 小龙这时候藏了非常多的伤害 还是没有 还是活下 球攻击这种有点危险 残血跑掉 我就在爆炸伤害 直接冲完来双杀三杀 还有最后一个人头 这个人头肯定要被UZ拿到 火转kill 这边UZ 在这波团里面打出了爆炸的伤害 而且刚才这一把 我不得不说的是 小罗的表现太惊悚了 他先过去 顶住了前排 然后在快要死的时候 UZ把他吸了回来 小罗再一 再奋不顾身 直接冲了过去 打出了一波非常强力的控制 这一波老干年 flame跟平眼灵的大招 已经放得非常的好了 但是无奈 截的装备太差了 他没有办法 秒掉对方的任何一个人 是的 也就是说这边的双c位 并不能够像对方的双c那样 打出爆炸的伤害 这一波的A4 直接导致两路被迫 老干年现在还有翻盘的希望了 很难很难了 OMG在第二路高地拿下之后 应该是稳操胜券了 没错 这边我们看到 小龙也是刷新 双方的 应该是全场的第四条小龙 然后是老OMG的第二条小龙 这边他们选择拿着小龙拖赛 先看一下刚才一波 这波兰博跟平眼灵的配合 非常的好 而且平眼灵的一放的很nice 直接让狐狸的很多伤害 没有了 你看一下这波的伤害 淘宝兄这里还没打就半血 并且大招已经交过来 但这个时候 大树被吸了回去 再次进场 是的 好 弗雷鲁他没有出肉装的 这个恶果也是体现出来 直接变秒 但这个时候 都以为狗根要死的时候 我们看到无状态和悠哉 这两个C位在这种残局 是打出了爆炸的伤害 输出太高了 确实在一个没装备的结 这两个人选择偷龙 我们一切被灵耀看在眼中 一球下来龙 没抢到 好 老板先拿到这条大龙 但是悠哉已经在场外 无限的输出了 这位同板先想换一下 对方悠哉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了 大核进场之后 直接是一张 那完了 那完了 那感觉要一波了 要一波了 这边是A之后 想最后一波拿这个大龙 但是OMG的支援非常的快 对 龙是拿到了 但是在小龙圈这个地方 对方打团也可以看到 什么跨圈圈 大树圈黄紫的圈 这边感觉是投了 应该投降了 应该是投降了 那我们恭喜OMG拿下场比赛 最终双方1比1 握手言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